馬路在水庫裡面 柏油路現在還在 舊的柏油路 你走在你阿公在走的路上 拍起來很屌耶 超大的蛤蟆 拍一下 這個就真的有比臉大了喔 沒有在開玩笑 真的比臉還大 建了舊房子 舊房子的遺跡 在甘烈的土地上 喔這個很壯觀耶 壯觀喔 這個段差大概 三層樓高 還有 還有以前台三線的 水溝系統 又發現了一台 白鴨 還有看到一隻倒塌的電線桿 電線桿斷掉 發現了一個廚房 露天的廚房 吃了沒 煮給你吃 要先有鍋子 怎麼可以看阿公的香 阿公和衣龜在這裡 找到阿公衣龜 三秒別打工 阿公洗衣服洗很久了 都沒拿出來亮 現在今天才拿出來亮 47年來第一次亮衣服 曬乾了曬乾了 這個可能沒雨季也填不滿吧 這個要颱風嗎 他太乾了啦 他太乾了 他的地上 讓我踩下去 腳都不會陷下去 所以其實 可以看得出這個地方 已經乾掉很久了 在大浦這個湖濱呢 如果在風水期的時候 他是非常漂亮的 他的景物呢 也有點像是 一豆瓣島那樣子的風景 只要取局部拍攝 那他這個景色是非常漂亮 也許因為水庫乾了 而這個是原本真文溪的河道 也許在還沒蓋水庫之前 真文溪的河道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發現了一個小溪流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發現了一個小溪流 發現一個小溪流 發現一個小溪流 非常的漂亮喔 日月潭小溪流 喔 太美了 漂亮的烈火 老天爺啊 降雨吧 解渴吧 日月潭底竟然有小溪流 我有夢寒夢 超大顆的蛤蠻 超大顆蛤蟆 回歸大隻 手在跟水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